2006年时 知名作家韩寒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 普通老百姓在室内连的大型犬都不允许养 凭什么孙力就可以在上海养狼 乍一看还以为韩寒是在质问孙力 但实际上 他是在讽刺孙力所资助的大学生 向海青是狼 韩寒发声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声讨 狼的声音不断 甚至还有人宣称 要成立白眼教来业于向海青 后来他本人表示 这些嘲讽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打击 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这次的耻辱足够让我守一辈子 我也知道我没有了尊严 也没有了人格 我也不知道上苍 为什么这样来折磨我 除此之外 向海青的信脸 还把大明星孙力描述成了一个 小度机长 傲慢至极的人 而自始至终 孙力的回应都只有一句话 我一直想不通 我真的想不通 我很无奈 我妈妈失眠 我也失眠 在2002年时 孙力决定开始资助 向海青这个大山里的孩子 但最后却被反咬一口 他甚至还扬言要毁了孙力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恩人与困难者之间 为何会反目成仇 如今20年过去了 向海青怎么样了 过着怎样的生活 和孙力坚还有联系吗 向海青出生在重庆的 一个山区贫困家庭 父母常年多病 在这个世界上 总有人在看不见的地方 用力生活 根据向海青所说 在他的记忆里 从出生到上初中 母亲只给他买过一件新衣服 很难想象 他这样的家庭 究竟是经历了怎样的挣扎 才读完了小学和初中 这之后 父母再也无力供他继续求学 他想通过学习 走出山区的梦想 就此打住 多年后 他得到了一个人的资助 这个人就是孙力 之所以会伸出援手 大概和孙力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孙力出生在上海的 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虽然谈不上穷 但也不富裕 所谓平健夫七百事哀 和同龄人相比 孙力的童年并不幸福 他的耳边 永远伴随着父母的争吵声 年幼的他 面对这样的情况 只能暗暗躲在门后哭泣 但每次当他站在舞台上时 父母的脸上 就会出现久违的笑容 他们这一家三口 才会有短暂的温情 为此孙力在少年宫跳舞时 总是非常卖力认真 一直是班上的前几名 父母都是普通工人 把所有的希望 都放在了他的身上 便尽心培养 因为天赋极高 孙力11岁就去了美国 日本等地演出 虽然年纪上小 但那个时候他 可以靠着出色的舞技 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真的很不容易 但两年后 父母还是离婚了 父亲抛弃了孙力和妈妈 只留下2000块 抚养费 让母女俩相依为命 单身妈妈的难处可想而知 照顾孩子的同时 还要赚钱养家 又因为房子 判给了父亲的缘故 母女俩很长一段时间 居无定分 不过为了给孙力 攒学费和学武岛的钱 孙母一直咬牙坚持 白天当寿货员 晚上去当清洁工 每个月才赚1000块 生活得紧巴巴 那段时间 是孙力永生难忘的 一段艰难日子 这也为她将来遇到 没学上 没饭吃得像海青 白下了伏笔 孙力初中毕业后 来到上海警备区 展示业余文艺演出队 那个时候 她才15岁年纪最小 却是最努力的一个 不过 苦难不会永远追随 一个努力的人 三年后 孙力报名参加了 新加坡才华 和一出人才的选秀节目 她一路过关展将 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这之后 她便多了很多机会 2000年左右 琼瑶巨红便大江南北 01年时 琴深深雨萌萌 成为热播电视剧 也捧红了很多明星 孙力当然也有参演 但那个时候 她只是一瓶身边的一个舞女 一个偶然的机会 孙力认识了著名编剧海言 虽然交谈不多 但海言觉得 孙力是个好姑娘 就把郁观音林雨景 安心的角色给了她 这是孙力的第一部戏 也是第一个角色 她不太自信 于是为了能演好安心这个角色 经常仔细揣过剧本 并且试图通过观看 大量纪录片来提升演技 也就是在此时 她通过一档山区贫困区的纪录片 知道了向海青 向海青 被孙力资助四年闲钱少 开始发文抹黑孙力 最后下场如何 她看着电视上的向海青 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孙力看着这个可怜的孩子 和母亲商量着 是不是可以帮帮她 虽然自己也是刚出道 还没有赚到什么大钱 但她还是愿意拿出一部分钱 来帮助向海青 母亲也十分赞同她的想法 便通过电视台热线 联系到了相关记者 只是让母女俩都没想到的是 她们的善良之举 最终换来的 却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 当时孙力刚出道 所以一切琐事 都是她的母亲在全权负责 资助事宜 当然也都是以母亲的名义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 向海青都不知道 一直以来帮助她的人 就是一位大明星 2002年的下半 向海青收到了 来自孙力的第一笔 援助资金500元 最开始收到这笔钱的时候 向海青 对这位素未谋面的 陌生人心怀感恩 还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 寄给孙力和她的母亲 当从老师手里 拿过邓阿姨 寄给我的500元捐款的那一刹那 我的双手在颤抖 从她的文字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 一个被资助者的感激和激动 当然身边的人 也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 后来 郁观音播出后 孙力真的靠超高的收视率 和出色的演技走红 扮演女主的她一战成名 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越来越多的剧本找上她 当然在她拿奖 拿到手软的时候 给她 后来 孙力这边和向海青的联系 越来越多 除了写信之外 他们还会互通电话 彼此问候 邓阿姨对她的照顾 也非常全面 给她寄书寄衣服 听说她母亲患有哮喘 她就在上海 找治疗哮喘最好的药 然后定期给她寄去 孙力鼓励她好好学习 日后考上北京 上海的大学 到大城市出人头地 当然她还一再跟向海青保证 自己会承担所有的学杂费 和每月500块的生活费 也会照常 让她不要有心理负担 但一直以来 孙力都没有告诉她 自己的真实身份 向海青只知道 帮助自己的是一对母女而已 母女俩的善良 给了向海青莫大的努力 让她觉得自己 十几年的苦难 都迎来了转机 可是谁也没想到 等到向海青真的出人头地 她会变成一副 连自己都不认识的样子 在孙力的帮助下 向海青不负众望地 考上了上海水产大学 据说这个学校 还是孙力妈妈推荐的 大概也是因为善有善报 此时的孙力 早已凭借玉冠英 幸福像花儿一样 小姨多贺等电视剧大红大子 是国明星中的女神 向海青到达上海那天 孙力母女俩 一起去机场接了她 此时她才知道 资助了自己三年的恩人 居然是当红明星孙力 随后他们跟随向海青 一起去了学校报道 帮她交了学费 还和辅导员说了她的情况 拜托老师多加照顾 临走时 孙妈妈还给向海青 留了500块的生活费 并表示 以后每个月都会寄过来 没钱的时候 就给他们打电话 不要太节省 要保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 可是当向海青 看到孙力的那一刻 她的内心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20年过去了 那个曾扬言 要毁了孙力的向海青 现在怎么样了 2006年国庆前后 曾经将向海青的故事 班上迎听的记者邱朝菊 正在计划拍摄一个 十年变迁看山区的纪录片 她觉得 孙力和向海青 这对明星与贫困生的帮扶其源 是个不错的题材 便准备将其纳入拍摄计划 她联系 在2015年开始 孙力母女就终止了对她的资助 邱朝菊非常诧异 想知道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便交代向海青 把他们骄傲的细节 写下来寄给她 至此那篇揭露孙力的六千字长文 才被创作了出来 再向海青的信中言语 极尽讽刺 除了卖惨之外 还有对孙力母女的怨恨和挖苦 我是穷人家的孩子 后来来到上海念说 我觉得我的人生应该改变一下了 我命中不是穷的命 我要过好日子 凭什么别人有钱呢 我这么淳朴的乡下孩子 为什么没钱呢 好不公平哦 我是大学生啊 又不是捡过烂 我当然要面子的呀 我当然要穿牌子的呀 你说鞋子鞋子当然要AD 拿IT了 我是大学生 还是干过 连鞋子都穿不好 会被人笑的 信的最后 甚至还扬言要毁了孙力 但实际上 是向海青在上大学不久后 便开始不满足于现状 开始胡乱花钱 并找各种理由向孙力要钱 而且因为 她比较出名 是学校里贫困生的专业户 每年都会领取几千块的补助金 根据她的同班同学所说 向海青在大学谈了一个女朋友 花钱很大方 穿着也是名牌 钱花完了 就会向孙力母女要钱 一开始 孙力并没有拒绝 想着刚到一个新的环境里 开销大事应该的 可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发现 向海青的开销越来越多 以此她打电话来要钱 孙母询问了一下 她最近的钱都花在了哪里 向海青便解释说 自己是学生干部 每天都要打很多电话 光是电话费 就要一百多 孙力的母亲听了后表示 如果这样的话 也会耽误你 很多的学习时间 那不如就辞掉好了 结果却不想因为这一句话 直接让对方的心里 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那个 有钱人真的挺有钱的 他们的这个职业 我觉得钱来得很快 不给点我用用真的说不过去 那次通话之后 孙母去过一趟学校 找到了向海青的辅导员了解情况 得知她在学校 过得非常滋润后 便决定再也不会给她补助 再向海青看癌 这让她的自尊 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明明说好 资助自己到大学毕业 但是现在 却突然没了联系 在她看来是抠门的表现 于是 洋洋洒洒六千字 报恩门就这样被曝光 向海青 将自己置身在了弱势的一方 细数着孙力母女的恶行 但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 最终向海青 并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大家的矛头都指向了她本人 没过多久 她就因为扛不住 社会各界的压力 选择了休学 可是刻在她身上的 白眼狼标签 却再也摘不下来 不知道如今二十年过去 她怎么样了 当年毕业之后 向海青面对的第一个难题 就是找工作 本来是高校的优秀生 可就因为那一封信 那些大企业和公务员岗位 直接将她拒之门外 现在 她只能拿着还算不错的学历 选择到一些 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打工 赚来的钱 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生活得非常艰难 但走到今天能怪谁呢 如果不是当初被虚荣迷惑了心智 也许现在 又会是另外一种光景 不知道午夜梦回 她有没有后悔过 但相信 心里更难受的人 应该是孙丽农女 所谓生你恩斗你仇 你们说 如果你们是孙丽 会怎么做呢